最近刚从那个法国巴黎回来 然后去那个巴黎南庄州了 我有看到一些就是新闻的一些照片 但其实我发现你其实穿的没有很用力 因为所有人都穿的特别的用力嘛 就像你说的一样 就是大家会穿的比较夸张一些 去吸引眼球 在那个场合里面 所以我觉得选择穿的就是不单调 但是又很很比较体现自己风格的 然后脸色我喜欢颜色比较亮一点的 然后穿一些就是 也会搭一些比较今年的就是 比如说新款的那些比较限量版的那些东西 比如鞋子呀 对那些东西 然后去现场看秀的话 而且穿我其实没有特意打扮的特别的过 就比较随意一些去看的时候 这一趟你的造型都是你自己搭的吗 对 而且我是那个因为是这样的 是啊真的是 我跟我经纪人去那个 去那边那个去巴黎 其实巴黎在巴黎搭的 而且我以为巴黎是挺暖和的 我查了一下 跟我我家 你有什么查的 跟我这家那边差不多 就17度那个时候 然后我觉得挺挺暖和的吧 我就没戴什么厚的外套 然后衣服也简单了 带了几件就留了大半个箱子 就想在巴黎shopping一下 买一些衣服回来什么的 结果结果到了那边天天下雨 然后特别 潮了 对 所以呢巴黎就产潮人嘛 因为比较潮嘛 好 飞得唱 好了 导 vamos 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